遍地开化的Omicron变种病毒让各国病例直线上升 美国更是首当其冲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当地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7000万大关 令人震惊的是 美国目前平均每天通报超过78万宗确诊病例 而这组数字是两个星期前的两倍 根据统计 自疫情爆发以来 平均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人曾经确诊 为了控制疫情 美国总统拜登不断呼吁民众尽快接种加强针 虽然效果不佳 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还有预防中心CDC就指出 最新三项研究结果都显示 接种第三剂mRNA核糖核酸技术的疫苗 能够为民众带来高达90%的保护力 避免染疫者入院和进入加护病房 而另一项研究则指出 虽然接种两剂辉瑞疫苗在半年之后 保护率只会剩下57% 但是民众在接种加强针之后 保护率就会大大增加到90% 随着当地疫情升温 需要进行的检测也越来越多 因此美国加州有一家检测公司 他们就设计了一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 全自动检测系统 以更便捷的方式 为学生跟老师的样本进行检测 在送这几千个柿子样本的箱子 一抵达美国加州 由工作人员进行分类后 接下来就让全自动检测系统开工 为样本进行检测 几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 作为加州检测数量最大的实验室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表示 他们当初设计这套检测系统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平安回到学校上课 创办人指出 自从Omicron在当地爆发后 他们实验室的最高纪录是 一天需要检测十万份样本 他们希望可以将全自动检测系统 推广到全美国各地的实验室 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在Omicron变种病毒肆虐全球之际 又杀出了一个被称为是 Omicron妹妹的新变种病毒株 根据太阳报的报道 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 他们正在调查一种名为BA2的病毒株 据了解自去年11月以来 全球已经有40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BA2毒株 而截至1月10号 英国当局已经发现了53宗 感染BA2毒株的病例 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负责人表示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确定BA2毒株会比Omicron更具杀伤力 因此当局将会继续调查 以做进一步的分析